第二十二章 保罗向百姓声明 诸位父亲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素 掌在这成女 在加玛列门下 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授教 热心侍奉上帝 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 我也曾逼白奉借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这事大祭司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帝兄的书信 往大马式去 要把在那里奉借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式 正走的时候 若再响悟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赴祷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逼白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 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 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作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式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 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 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 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式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阿拿尼亚 安着律法 涉嫌成人 为一切 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 对我说 兄弟素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上帝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 他的旨意 有得见那异者 听他口中 所出的声音 因为 你要将 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作见证 现在 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 受洗 洗去你的罪 述说 奉主命 往外帮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 祷告的 时候 温柔障碍 看见 主向我说 你赶紧的 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辞言 又看守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装 众人 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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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调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 扬起来 千夫长就吩咐 将保罗 大进营 流去 叫人用 鞭子 敲问他 要知道 他们向他 这样 宣扬 是为什么缘故 因罗马 民籍 免受鞭打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 对旁边 站着的 伯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例吗 伯夫长 听见 这话 就去见 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作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 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文籍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于是 那些要敲问 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 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 犹太人控告 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工会的人 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我灾下来 我灾下来 请我赞停立